定都天津后红秀权逐渐不务正业,沉迷于后宫嘉丽,为了及时行乐他把东王阳秀卿题拔到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地位同时归定,天国之事代交于他,东王阳秀卿虽然稍叹出身文化修养,不高但天生,就有女正的能力在他的管理下天国,大小事物都仅仅有条事事严整,红秀权啥事都不用掏心就能坐享其成,红秀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王阳秀卿性格缺陷逐渐显露他为人暴力的一面随着权力的增长而不 不断放大女状元傅善详,曾经劝权秀卿稍稍收敛低防弓高盖主但就被当作,而边风他甚至还认为,凡顺我者忠臣,我者奸臣,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杨秀权与红秀权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出现了杨秀权假借天赋之命,照则红秀权以及逼疯,万岁的事情杨秀权古人云一山不能容二虎,作为太平天国的金,神领袖红秀权不想被杨秀权完全架空,在他的谋拜下为冲灰,时� 杨秀权等人分别接到青金色珠杨秀,奔秘权一场席卷派平天国的血腥事件,悄然展开反观杨秀权,他虽然性格乖利但并没有取红秀权而代之的实际野心,所以这场较量结局是注定但过程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红秀权阴王石达开为人谨慎,他在安庆称并故意,没有参与夜席东王府的事变而被王为昌辉因为没有人的约束公报私仇,一夜之间,将杨秀权一派屠杀待进东王府上,连血马和草地的人都无 在这个时候,红秀权也无法截至维昌辉了石达开本着兄弟情力之身前往,维昌辉府上劝其不要浪杀无辜,却反被维昌辉,杀害了全家维昌辉,于是本想置身事外的石达开忍无可忍逃回安庆,后,立即起兵讨伐维昌辉的不义而此时的维昌辉已经达,大了癫狂他不仅派兵,围困红秀权的天王府,甚至一度要求红秀权下赵秦拿石达开弹,是无辜而反面对石达开大兵压境乱了阵 而维昌辉,反被红秀权扶上的精兵李马芬,失落维昌辉,按照常理说这场起卷太平天国上层的内乱,随着杨秀卿,维昌辉两个王侯的相继死去而落幕但丘后算账中,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红秀权为了嘉奖石达开护驾,有功顺水推舟策封石达开魏玉王,但被石达开坚决推辞了石达开,最坚想到的是清喜存在事变中追随维昌辉的陈成荣,和晴日当两人在维昌辉的裹鞋下这两人 都参与了屠杀异王府的事变成成荣不过空桥,的事成成荣和晴日当,都是红秀权的人所以红秀权担保,为他俩人许刷罪名不但既往,不就还想让石达开与他俩握手言和,算盘打错了,是要付出代价的石达开不警惧,绝了红秀权的调停甚至威胁红秀权和二人不死,就立即出京红秀权被迫无奈,只能愿由石达开卿算成,请二人这件事情,之后红秀权也就不再信任石达开,那不仅安排红秀兄弟 一天事实达开,甚至还收拢了权柄时的石达开进退维谷,只好一走了之为昌辉不过话说回来在这场,事变中开局时时达开,占据了道义上的主动权,但却随着事变的失控,维昌飞袭金王府,不仅丧失了主动权,还被完全卷了进去,假使,开不以威胁的方式,处理陈成荣和晴日刚,二人学会温水煮青蛙他的人的命运,乃至太秦天国的命运,都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